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 让可爱鸭鸭陪你过耶诞 三重区中心桥下的鸭鸭主题公园 近日变装改走耶诞风 以两万三千只风车 十三万株草花及布料三种元素 装点成耶诞鸭鸭 周边在以铃铛猜球 棒棒糖装饰 浓浓耶诞气息 绝对是最佳拍照打卡热点 新北市高摊力工程管理处指出 鸭鸭主题公园设置以来 历经多次变装任务 这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耶诞节 摆遍鸭鸭在初级 戴上应景的耶诞帽 以铃铛猜球 礼物 爱情 棒棒糖装饰 再搭配一串红 一串白等草花 风车及布料 营造缤纷耶诞色彩 呈现有别以往的风貌 预计可展出至明年2月下旬元小节左右 此外 为营造鸭鸭带水中游的异象 鸭鸭下方更以整片满满的风车装饰出波浪效果 微风吹拂时就像泛起阵阵涟 更显生动活泼 从临近提钉俯饰 就能将整片鸭鸭公园紧致尽收眼底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从体内中心桥旁 经中心跨体路 桥达 淡水和盘体 顶不到 就可到看到堤外的鸭鸭公园 或从三重区环河南路 进堤防侧 经中校越堤到 进入高滩立河滨公园 中校码头 往上游方向 新庄板桥 上勤约一三公里 中心桥旁 也可到达鸭鸭公园 中心桥